第1141章 天尊中期 漆黑的星空中 只有这把残善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此刻残善的广场上 随着一片扭曲 白小纯吸收了磅礴生机后 形成的巨大的身躯 渐渐显露出来 远远看去 就好似一个肉球滚了出来 要尽快把生机练化 现在实在是太胖了 白小纯努力地低头 想要去看看脚尖 可只能看到庞大的肚子 甚至他的手臂 想要去摸摸肚脐 这简单的动作都很是费劲 这就让白小纯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的目中露出果断与坚定 此刻一晃之下 肉球的身躯就好似滚动一般 直奔善谷通道而去 准备继续闯关 这一次玄九郡的机缘 极为特殊又太过难得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纯明白 自己想要从天尊初期突破 踏入天尊中期 难度太大 耗费的时间也是极长 更不用说在这个过程里 还需要数不清的天才地宝 与造化才可 而如今 他体内凝聚的生机惊人 可白小纯还是觉得不稳妥 他知道机会只有一次 若是不能借助这些生机 去冲击突破修为 一旦失败 想要等下一次的机缘 不知要多久 原本在没有这些生机时 白小纯的计划 是依靠扇子关卡的奖励 来使得自身的修为 比常人更快地提高 如今他衡量之后 已有决断 只有拼尽全力 才可成功最大 等到我闯关到了极限 就是我回头 去突破之时 白小纯狠狠一咬牙 踏入关卡内 一次次的闯关 一次次的失败 可白小纯没有放弃 总结原因后 继续尝试 时间流逝 很快地 他在这里 就已经停留了近乎两个月左右 这期间 他也时常回到云海州 防止云海州出现意外 而圣皇与邪皇 也早就知道玄九郡的事情 虽没有什么明显的安排 可白小纯心底也安稳了不少 毕竟云海州他虽看重 可白小纯相信 对于邪皇与圣皇而言 第二先遇的领土 他们更看重 就这样 白小纯在这持续的闯关下 艰难地一一闯过 直至将第五十关也都走过后 他终于遇到了极限所在 第五十一关 他就算是拼了所有 也都无法度过 也罢 看来如今的我 也只能走到五十关了 白小纯多次尝试后 只能放弃继续闯关 开始回头 整理前五十关的收获 尤其是第五十关 这作为整个试炼到了一半的奖励 极为丰厚 不但有一些白小纯虽没见过 可凭着要道分析 就能判断出的绝品仙丹 更有一片竹简 这竹简上刻着两个符文 白小纯看不懂 可他看到第一个符文时 感受到的是 仿佛置身修罗地狱 死亡之意轰入脑海 好半赏才恢复过来 他呼吸急促 没敢继续去看第二个符文 这竹简是什么 他此刻心中已有答 这第五十关的奖励 是部分 生死道源 白小纯死死地钻住竹简 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将手中竹简收起后 他盘膝坐在残善广场上 这盘膝的动作 以前的他做起来很是自然 可如今身体太胖了 以至于每次盘膝 白小纯都很是费劲 此刻好不容易盘好 他赶紧双手掐绝 运转体内全部修为 根骨圈第一层的过去念 在其体内不断地转动 顿时他身体内所有经脉都震动起来 一缕缕修为之力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融入主干经脉内 最终在心脏的位置 轰然凝聚 如同爆发一般 白小纯只觉得脑海瞬间嗡鸣 呼吸急促的同时 他感觉体内 好似存在了一条长龙 这长龙正在游走 且速度越来越快 时而在心脏的位置爆发 时而又在丹田处凝聚 更有那么几次 是在他的脑海中发出长笑 白小纯知道 这所谓的长龙 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盗种 与其他人不同 自己的盗种 没有丝毫缺少 浑然一体的同时 随着自己修为的增长 他也在不断地壮大 可这种壮大 距离修为突破 还很遥远 天尊境界 就是盗种生根 发芽 开花 结果的过程 踏入天尊 盗种形成的一瞬 我全身的经脉 就好似盗种的根须 彼此融合后 真正地成为了起根 天尊初期 就是这根须不断蔓延 不断融合的过程 而天尊中期 则是根须生重后 在吸收了足够的养分后 开始发芽的阶段 现在 就是这个阶段 白小纯目光闪耀 随着心念的变化 立刻体内游走的 盗种长龙 猛的一顿 不再转动 而是凝聚在了一起 最终在白小纯 丹田的位置停顿 渐渐开始了收缩 随着收缩 一股玄妙的气息 从白小纯身上 扩散开来 仿佛这盗种 正在凝聚发芽之力 而随着收缩 白小纯面色凛然 他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猛的就将这几个月 始终封锁的体内 凝聚的那些生机 直接释放出来 轰的一声 好似天雷翻滚 白小纯体内的 那磅礴的生机 此刻随着释放 如同怒浪一般 直接就扩散全身 横扫一切 随着白小纯 跟古卷第一层 过去念的运转 这些生机 如被转化驯服 直奔道种而去 收缩的道种 振动强烈无比 好似久汉的大地 遇到了甘露一般 又好似饥饿了太久 突然看到了现实 瞬间道种 就好似化作了一个 巨大的黑洞 疯狂地吸收 这涌现而来的生机 吸收的速度越来越快 渐渐地 白小纯的身体 也肉眼可见地缩小 而那道种 也在这疯狂地吸收下 散发出的玄妙气息 更为强烈 仿佛一场蜕变 即将出现 可就在这时 白小纯之前 所担心的一幕 终究还是出现了 不死长生宫形成的道种 这种与另外 两大皇族的传承之法 同一个境界的 永恒先遇 三大巅峰道法 各自有其惊人之处 而不死长生宫的霸道 使得那旁驳的生机 似乎也都不足以 支撑道种发芽 白小纯的身体 此刻在这急速的缩小下 已经恢复到了正常 可却没有半点停顿 还在收缩 仿佛要将他的生命 修为 乃至一切 都吸收进道种内 如此一来 怕是还没等发芽 白小纯就已经形神俱灭 而偏偏 这尝试的突破 竟是不可中断 更不可逆转 要么别去尝试 一旦尝试 就必须要成功 只不过这一切 白小纯早就准备 他虽没有这方面的 天尊突破的经验 也没有人告诉他 可他对不死长生宫了解 类似的不可逆的经历 经常遇到 所以他之前才没有立刻突破 而是先将关卡走到极致 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后 才开始冲击天尊中期 眼下的一切 还都在白小纯的预计之内 他没有心慌 在身体收缩的瞬间 一拍储物带 立刻一枚枚丹药 一株株仙草 这残善前五十关的奖励 虽有不少被他给了 大天师等人 可还是有很多留下 此刻一鼓作气 全部扔入口中 随着丹药与仙草的吞噬 随着生机的补充 白小纯的身体 终于不再枯萎 其体内的道种 原本因之前那旁驳的生机 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 此刻所剩的那些 又被迅速补充 终于在一炷香后 道种猛然间 就爆发出了强烈的刺目的光芒 这光芒更是穿透白小纯的身体 向外不断地扩散 甚至有那么一瞬 其明亮的程度 都超越了残善本身的光芒 远远看去 漆黑的星空内 白小纯身上散出的光 好似一盏明亮的灯火 清晰无比 璀璨无边 在这光芒扩散的一瞬 白小纯猛地睁开眼 她的目中露出激动 更有振奋 她的体内 在这一刹那 道种上 开出了心芽 过去念大成 道种发芽 天尊中期 第1142章 现在念 随着心芽的出现 一股爆发般的波动 立刻就从这心芽上轰然而起 瞬间就充斥白小纯全身 所过之处 她的身体 传来阵阵咔咔之声 甚至就连身躯 都凭空地生长了几分出来 甚至全身上下 不需要刻意 就有那玄妙的气息 扩散四方 这气息 正是念力的气息 如果是之前道种没有发芽前 她还是内敛的话 那么这一刻 随着心芽的出现 念力的气息也从内敛 到了外放的程度 这种境界 已经使得白小纯举手投足间 都好似能牵动世界之心 影响她四周众人的心绪变化 威力之大 诡异莫测 若仅仅如此 还不足以凸显出 天尊中期的强悍 除了念力外 白小纯的修为 也在这一刻不断地攀升 整体的战力 竟比之前强出了十倍左右 如果是之前的白小纯 拿着北脉大剑 可以与天尊中期一战 甚至勉强能与天尊后期 交手的话 那么现在的她 不需要北脉大剑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一旦加上北脉大剑 那么在天尊中期里 她已站在了巅峰 感受着体内修为的波动 体会着念力的扩散 分析着自己与之前的不同 白小纯内心振奋激动 更有感慨 她知道 若非是在玄九郡的机缘 自己想要突破 达到如今的这一步 怕是要耗费的时间与资源 百年积累 都算是快的 即便是有残善在 更古卷第一层的过去念 也需要积累到了最后 才可尝试 且还需等她走到了第一百关 彻底成为残善主人 获得了传承后 方有可能获得突破 只是凭着天尊初期的修为 白小纯也心知肚明 五十关之后 对她来说太难了 可如今则一切不同 接下来 我的修为突破 将会更快 一百关后 我说不定能成为 天尊后期 乃至大圆满 白小纯一想到这里 她就忍不住眉飞色舞 心头雀跃 实在是她画面太美好 让她自己都觉得 有些不敢想象 若有一天 我成为了残善的主人 修为到了天尊大圆满 凭着残善 凭着北脉大剑 我有没有可能 与太古抗衡 白小纯心跳加速 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 压抑不住地生长出来 实在是若真的有那么一天 白小纯虽不是太古 可依旧已经具备了 三分天下的资格 许久 白小纯才将 这美好的念头 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她明白 这些都是对未来的幻想而已 再没有达到那一天前 再多的幻想 也都是无用 这场机缘 让我的过去念大圆满 而现在虽踏入天尊中期 摆在我面前的 就是去创造出 亘古卷的第二层 能让我从天尊中期突破 踏入天尊后期的功法 也就是亘古卷的第二层 亘古卷第一层 过去念 是为道种发芽 所需的积蓄之力而创造 此刻的第二层 我需要的是 道种在发芽后 承开道之花朵 如果说之前的一切 都是准备 故而也能称之为过去的话 那么 如今的心涯盛开 就是当下之念 白小纯难难低语 他明白自己 不可能凭空去创造功法 过去念是依靠 曾经的通天世界的经历 与回忆为基础 而如今的亘古第二层 因他修为突破太快 还没有足够的基础 创造起来的难度更大 可白小纯目光闪动间 低头看向除无带时 一拍之下 顿时第五十关的奖励 那枚主简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可我有他 白小纯难难低语 他原本就没打算 去真正传承这位先界主宰的道员 他需要的 只是借鉴的同时吸收 进而创造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主简内 若是蕴含完整的生死道员的话 白小纯想要感悟 力所不及 可如今只是部分生死道员 白小纯在感悟上 要轻松很多 他深吸口气 脑海放空 神石散开 融入主简的两个符文上 轰鸣中 那死亡的气息再次浮现 随后当他神石 放在第二个符文上时 一股蓬勃的朝气质感 又澎湃而起 在这生与死的交错下 在这初次接触道员中 白小纯渐渐沉浸在内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一切 忘记了所有 唯独没有忘记的 是他脑海里 对于当先之念 也就是现在念的思索 时间流逝 不知过去了多久 白小纯依旧沉浸在感悟中 没有苏醒 也不知道在他的身边 此刻无声无息间 那气灵化作的童子 从虚无内走出 这童子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偏偏又无可奈何 他身为气灵 虽能在关卡内干扰 且权限极大 可却对白小纯这里 没有什么作用 关卡内 白小纯的种种行为 让他一次 又一次感觉到了挫折与绝望 至于关卡外 一想到这一点 童子就更为抓狂了 他可以对任何闯关者 都采取制裁 偏偏对于拥有 残善部分印记的白小纯 无法运用 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只是气灵 而白小纯 则是小半个主人 哪怕他不愿意承认 可事实就是如此 尤其是当白小纯闯过五十关后 一心突破的他 也都没时间去查看 实际上 这一刻的白小纯 他在某些方面的权限 已经与这童子 相差无几了 这么下去 我该怎么办 童子都要哭了 他一想到有一天 眼前这个作弊的无耻之人 成为了自己的主子 问自己叫什么名字时 自己该怎么回答 就心中纠结无比 实在是他之前 曾发誓 若让白小纯度过了那一关 他就与白小纯一个信 此刻心底长叹中 他再次咬牙切齿 盯着白小纯半晌 忽然一愣 又仔细地看了看后 童子眨了眨眼 顿时没开眼笑 这个傻货 他居然在感悟时光之道 以生死道源为影 感悟时光 他死定了 输定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时光之道 那可是至高道之一 生死都要被其操控 这个傻子 童子一拍手 激动了 又看了看 确定自己的分析物后 他顿时有种 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兴高采烈地转身 哼着小曲离去 时间再次流逝 一个月后 盘膝打坐 一动不动的白小纯 他的身体突然一震 随着震动 他手中的蕴含生死道源的竹简 直接就化作了飞灰 他的双眼慢慢睁开时 他四周的虚无立刻扭曲 在这扭曲下 一股与过去念 截然不同的波动 从白小纯的墓中 释放出来 这波动 仿佛他在的地方 哪怕悠悠万古 也都是一念之间 哪怕站在时光的长河里 可他所在的地方 永远都是现在 一切时间流逝 似乎都无法从他这里 掠夺丝毫光阴 甚至某种程度 他的念力 可以让时间 为之静止 现在念 霸道之念 白小纯轻生的喃喃的同时 远处上谷上 在白小纯看不到的地方 童子幻化出来 他之前感受到了一些 生死道源的波动 这才出现 此刻在看到白小纯后 他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一脸的难以置信 时光之道 天啊 这比生死道源还要高深 足以称之为大道的时光 居然会被这无耻的作弊者 感悟成功 老天爷你瞎了呀 童子直欲抓狂 不甘心地嘶吼起来 眼睛赤红 他已经决定了 下一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也一定一定要让这个 无耻之人 彻底失败 你给我等着 气凌童子狠狠地一抓头发 开始去找适合的关卡 准备大干一场 那样子像极乐博上一切奢望翻盘的绝望赌徒 第1143章 生死现在今 白小纯虽也在这残善上有权限 可终究还是不如气凌 因此 以往气凌的出现 白小纯是看不到的 可如今 他先是突破了五十大关 更是修为攀升到了天尊中期 神识敏锐的同时 权限又得到了提升 尽管依旧还是看不到气凌的身影 可在他的感受里 隐隐察觉到 在善谷的方向 有目光在注视自己 此刻默然抬头 猛地看去 这一眼看去 立刻就让童子一惊 赶紧后退 一瞬消失 白小纯目光所看 那里一无所有 他眯起眼睛 心底哼了一声 一定是那个气凌在偷窥我 这气凌看来心里有问题 不然的话 怎么这么喜欢偷窥呢 白小纯嘀咕了几句 收回目光后 想到自己之前感悟的收获 他就忍不住激动 不愧是主宰强者的道员 仅仅是部分 就让我推演出了现在念 更是借助其生死之意 创造出了我的第二道神通 生死现在惊 白小纯深吸口气 站起身来 右手抬起刹那一挥 顿时这四周明明是星空虚无 可却突然地出现了 好似撕裂般的扭曲 连接八方的一瞬 似乎就连星空 也都被牵引了一下 与此同时 在白小纯的身后 更是凭空地出现了 一座巨大的石门 此门黑色 充满了森然 甚至雕刻了 无数猙獰厉鬼 尤其是还有一个木偶 被雕刻在上面 仔细一看 而这只是黑色石门的边缘 在这石门的中心 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头颅 仔细一看 这分明是一个 已经死亡的老者面孔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连带着这座石门 也都仿佛代表了死亡 死门 正是死亡之门 那四周的厉鬼 是白小纯这一辈子 看到的所有可怕的鬼物 而那老者的面孔 生死倒缘形成 代表了死亡 死门在后 白小纯目录齐盲 右手抬起 向着扇鼓的方向 他之前 察觉到有人偷窥的地方 猛地一指 这一指之下 立刻在那上骨上 竟轰隆隆地凝聚出了 第二座石门 这是一座白色的石门 四周雕刻着无数白小纯 这一辈子所看到的 代表生机 代表旺盛 代表生命的草木之物 而在这白色大门的中间 则是雕刻着一个 刚刚出生的婴儿的面孔 甚至看着这面孔 耳边似乎都可以浮现出 婴儿的啼哭声 死门 正是生门 这就是白小纯的生死 现在经化作一生一死两大石门 自己站在死门前 则一切从生门方向所来的敌人 在靠近自己的同时 就代表靠近了死亡 会不断地虚弱 更是因为时光之道 所以就使得这神通的威力 再次增加 但凡是从生门冲来之人 都会在来临的过程里 飞速地衰老 好似一个人从出阳 走到了黄昏 从生到死 更可任意转变 威力之大 白小纯 只是将其刚刚感悟创造出来 就已然心惊 实在是能创造出 这生死现在经 主宰的生死道源 才是重中之重 白小纯缓缓吸了口气 感受着自己体内 磅礴的修为之力 她傲然地抬起下巴 没有丝毫打算去隐瞒修为 就算是被人知道 我修为突破 推测出 我有了机缘造化 那又怎么样呢 我就明着告诉他们 老子吞了一个 大姐内的部分生机 白小纯琢磨一番 确定无碍后 趾高气昂的斜眼 看了看生门所在的方向 想了想后 她右手抬起 向着那里勾了勾 你来啊 白小纯得意地说道 生门旁 气灵化作的童子 此刻红着眼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若是她有足够的权限 此刻必定要杀 白小纯千次万次 偏偏眼下只能无可奈何 其人太善 童子气得浑身发抖 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就没见过这么无耻之人 此刻连连低吼咆哮 心底已经无数次发誓 下次一定一定要弄死这白小纯 白小纯虽看不到童子 可感受里 对方就站在那边 此刻得意中 她自然不会傻傻地继续闯关 琢磨着等对方睡着了 自己再闯也不迟 想到这里 她神念一动 身体刹那模糊 在这残扇上消失了 直至白小纯走了后 气灵童子的七粒嘶吼 才在这残扇上回荡开来 她就好似一个发脾气的小孩子 在这残扇上飞来飞去 连连怒吼 叫嚣着要灭了白小纯的话语 在这四方不断地扩散 而此刻的白小纯 已经出现在了云海州的周城密室内 刚一出现 她就立刻收到了 来自大天师与巨鬼王 二人对于她不在的这段时间 发声之事的总结 拿着预见 白小纯神识扫过 可看着看着 她就眉头一皱 七天前 鬼母天尊被邪皇调回邪皇城 派遣绝地天尊前来坐镇 白小纯眯起眼睛 沉吟起来 公孙瓦尔地离开 让她心底还有些不舍 而这个绝地上人 她不认识 可也听人说起过 毕竟如今在这永恒先遇 天尊一共就十二位 彼此自然知晓对方 如这邪皇朝的七位天尊 白小纯如今已见过五位 除了公孙瓦 与通天道人外 还有广睦天尊 元妖子 以及是林上人 而消息预解内 也说了 随着公孙瓦的离开 在北部数州内的练灵贸易 也处于暂停观望阶段 大天师谨慎 没有亲自出马 而是找到北部邪皇朝的一位半神 买通后 让其代为向绝地天尊传达善意 并准备了重礼 与此同时 大天师的信息里 也说了公孙瓦的离开 或许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练灵的贸易 会随着公孙瓦 渗透到邪皇朝的本土仙域上 如此一来 可让云海州的名气更大 看完了所有的消息 白小纯没有找到与玄九郡有关的线索 实在是这段时间来 整个第二仙域都很安静 仿佛玄九郡的事情 只是一场意外 可白小纯的心中始终不安 他很清楚 那最后 从大姐内伸出的赤色灵片之首 以及那毁天灭地之力 绝非天尊可以抗衡 同时他抽取的生机 虽可让对方出现缺陷 可这缺陷并非不可化解 白小纯沉吟中站起了身 正要在这云海州内 自行查看确定一番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大天师的神念 从远处呼啸而来 这一次明显比上次善意诱导白小纯时 真切得多 充满了无比的焦急 更是没有废话 直接在神识内 就向着白小纯传出了话语 天尊 老夫有事禀告 北部四周 鬼母天尊调走 绝地天尊降临 此人秀为天尊初期 对我通天世界之人 态度极为不善 那位被老夫买通的半神 只是一个传达善意 就被这绝地天尊直接镇压 关入大牢 同时 在一个时辰前 这位绝地天尊下令 将北部四周内 我通天世界所有人 都全部抓获 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我们安排出去 经营各地店铺的嫡系之人 他更是放出言辞 要将他们送去邪皇朝 献给邪皇朝的大皇子 去研究与破解恋灵的秘密 老夫分析 他这明显 是想索要更大的好处 我云海舟可以放弃一些利益 只不过这种事情 还需天尊亲自出面才可 大天师的神念 在白小春耳边回荡 其身此刻也正急速赶来 白小春在听到了这一切后 他猛地抬头看向北部 勒索我 白小春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修为后 神识散开 锁定飞来的大天师 立刻问道 你确定他是天尊初期 确定无误 我这里 已经准备了礼丹 天尊你 半空中的大天师 连忙回复 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春那边 就眼睛一瞪 给什么礼丹 这绝地天尊好大的架子 白小春气势顿时爆发 身体一晃 直接就出现在了半空 向着北部 轰然而去 第1144章 你敢勒索我 绝地老匹夫 区区天尊出气 就敢在我白小春面前 如此拿捏姿态 白小春冷哼中 速度极快 整个人化作了一道长红 直奔北部 他身后云海城内 此刻大天师与巨鬼王 以及周一新等人刚刚到来 只看到了白小春远去的长红之影 一个个都愣了一下 面面相去 那个 刚才说话的 是我们的天尊 白小春 周一新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实在是在他的记忆里 白小春的性格 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霸气 巨鬼王也是一脸狐疑 他对白小春的了解更多 当初鬼王花的试炼 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危险 这白小春就摆出一副 死都不去的样子 原本巨鬼王以为白小春是为了索要好处 可直至最后 他了解白小春后 才明白 这家伙根本就是怕死得不得了 但凡有丝毫危险 这白小春能不去就绝对不去 除非是万不得已 才会咬牙前往 可今天的事情 那绝地天尊虽过分 可事情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没有必要直接出手 这就让巨鬼王更不解了 大天师那里也是愣了一下 三人相互看了看后 都觉得这一刻的白小春 实在是行为诡异得很 这个 大天师哪怕平日里脑袋灵活 此刻也都摸不清思绪 最终还是巨鬼王最了解 他这个女婿了 在沉思片刻后 巨鬼王忽然一拍大腿 我知道了 白小春修为突破了 她方才的气息 似乎比以往要强了不少 而且她闭关前 不知获得了什么机缘 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胖子 如今恢复正常 修为必然提高 巨鬼王话语一出 无论是周一新 还是大天师 都心神一振 所有的疑问 配合这个前提后 瞬间就迎刃而解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符合白小春的性格了 周一新身以为然的同时 大天师也哭笑不得 觉得巨鬼王的这个说法 有七八成是真 在这三人都心底古怪的感慨时 白小春得意着招摇无比 在这天空上 速度越来越快 整个人意气风发 更是充满激昂的战意 实在是她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 之前还是天尊初期时 她不得不小意谨慎 甚至有些畏首畏尾 凭着北脉大剑 才可以震舍旁人 可如今修为突破 若是对方是天尊中期 白小春还会迟疑 可面对一个天尊初期 白小春有北脉大剑 她的信心 就好似筑机遇到了 练气修饰一样 此刻去实汹汹 远远看去 好似一颗巨大的流星 正在划破长空 所过之处 天地轰鸣 气势更是不断地崛起与爆发 甚至都影响了大地 使得大地震战 如同在恐惧一般 而天空同样 因白小春的速度 掀起了无穷阴暴 搅到了苍穹云雾 使得这些云雾 在白小春身后翻滚 好似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披风 这披风纵横东西 足有万里范围 尤其是此刻距离黄昏 还有些时间 天色上亮 这云层的翻滚 如同万马奔腾中 拉动了一张巨大的黑幕 欲将天空 将苍穹 逐渐地遮盖住 这画面 立刻就让大地上的 无数北部邪黄潮的修饰 全部骇然 一个个心神内 掀起滔天大浪 无论什么修为 哪怕是那些半神 巅峰大圆满的强者 此刻也都呼吸急促 心中无法平静 甚至都感受到了 来自天空上 那万马奔腾前的流星身影内 散发出了 似天下地上 为其独尊的霸道 是通天王 天啊 这到底是怎么了 莫非要开战了 我想起来了 绝地天尊之前下令 抓获了所有北部的 通天世界之人 所以 通天王才会杀来 在这无数的惊呼中 白小船的速度更快 掠过一处处山脉 一片片平原后 他直接就锁定了 在这北部中心区域的 一座巨大的城池 还有那城池内的 天尊府邸 与公孙瓦尔的行宫不同 这绝地天尊的府邸 是一座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胸情 目中带着森森之芒 俯视大地 四张开口 就可发出让世界色变的嘶吼 每一个天尊 都有自己不同的府邸 在去一个地方上任镇守时 都会将府邸用术法带走 到了地方后 只需安置一下即可 这胸情雕像 正是绝地天尊的府邸 此刻的他 正盘西坐在府邸内 看起来只是中年的绝地天尊 明显比其他天尊年轻了不少 虽说如此 可他的身上 天尊的念力波动 丝毫不弱 就算是在天尊初期里 也都可以算是佼佼者 哪怕不如鬼母 也差不了太多 他的身体消瘦 鼻尖有些弯曲 双唇很薄 一看就是刻薄之人 面色更是阴冷 此刻在白小纯 带着滔天之士来临时 绝地天尊立刻察觉 猛地睁开双眼 露出了蓝色的瞳孔 这蓝色的双眼 使得他整个人 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魅力 似乎他站在那里 就可以吸引一切女性的目光 胡帽 在感受到了白小纯来临的气势后 绝地天尊神色不变 冷哼一声 正要站起身 可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突然地 就爆发了超越天雷的轰鸣巨响 绝地老匹夫 你居然敢勒索我 白小纯明明还在极远的地方 可他的声音 却是直接就在绝地的 飞禽雕像内爆发开来 更是在这声音扩散的瞬间 白小纯的身影 其速度猛然间再次暴增 这一次不是小范围的增加 而是直接就提高了十倍 之前的白小纯 表现出的一切 都只是天尊初期而已 直至这一刻 他猛然间 将自己天尊中期的修为 彻彻底底地释放出来 眨眼中 就已经到了绝地天尊的伏地上方 在绝地 天尊心神强烈震动的刹那 白小纯的右手已然抬起 向着下方的伏地雕像 漠然一拍 天地轰鸣 八方震动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这一瞬 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甚至这第二仙域上的不少修士 他们的右手都无意识地抬起 似随着白小纯的动作而动 这正是 念法 白小纯不出手 则已 此刻一出手 就直接动用了自身的念力 远远看去 苍穹中直接就幻化出了一只磅礴的大手 向着雕像轰鸣落下 这雕像 哪怕是天尊福地 哪怕具备惊人的防护 可在这一瞬 也都于事无补 猛地就坍塌下来 绝地天尊心神震动更为强烈 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的嘀吼 天尊出气地 修为一样爆发 全力抵抗的瞬间 半空中的白小纯冷哼一声 他根本就没打算 与这个绝地天尊大战个几百回合 他此刻带着气势而来 要的就是彻彻底底的碾压 此刻在绝地天尊修为爆发 似从要着坍塌的雕像内冲出的瞬间 白小纯右手顺势落下 直接取出北脉大剑 猛地抡起 大剑散出蓝光 世界之宝的威压与波动 顿时爆发 向着坍塌的雕像 狠狠一展 绝地小儿 谁给你的胆量 敢来惹我 白小纯觉得自己这句话 说得实在是太有气势了 内心得意的同时 大剑也好似预展开天地一般 轰然而落 随着剑光落下 原本就坍塌的雕像 此刻猛被一颤 直接就轰然爆开 形成无数碎片的同时 在其中间的位置 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壑 这沟壑的下方 正是此刻一脸狼狈 心神震战到了 极致的绝地天尊 他披头散发 嘴角带着鲜血 此刻双手抬起 念力加深 正全力抵抗 他的眼睛内 带着无法置信与骇然 更有强烈到了 极致的不可思议 天尊中期 这怎么可能 第1145章 惹不起 绝地 你知不知错 白小纯在半空中 声音如同天雷 轰鸣四周 而随着他此番的 道来与出手 形成的威势之圣 气息之磅礴 早已扩散八方 尤其是绝地天尊所在之地 就是这一周的 周城中心区域 而白小纯控制得很好 他的气息虽撼动天地 可出手的威压与冲击 却是指局限在 这绝地天尊的伏地中 使得周城没有被影响太大 四周的无数邪皇朝的修士 一个个都心神震撼 齐齐看去 被这万众瞩目 白小纯自然威风无比 可对于绝地天尊来说 此事就让他整个人 怒意到了极致 此刻猛地咆哮一声 竟要从北脉大剑的威压下 强行挣扎 白小纯冷哼 右手掐绝 北脉大剑猛然间 威力再增三分 远远看去 此刻的北脉大剑 已足有百丈大小 不是被白小纯握住 而是自行飘在 绝地天尊的头顶 随着白小纯的掐绝 这大剑再次下沉 只是一个下沉的过程 就让大地震动起来 绝地天尊刚刚升起的 挣扎之力 顿时就崩溃开来 他喷出鲜血 脚下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缝 很快地 就在一声轰鸣下 他的四周 凹陷成了一个深坑 一股让他承受不住的压力 正在从那大剑上 不断地降临 似乎只要他稍微松懈一下 就会被那大剑直接斩下 要知道天尊中期的白小纯 本就可以镇压着绝地天尊 而如今他出手 就是北脉大剑 如此一来 这已经不是镇压了 这是碾压 再问你一句 绝地 你知不知错 白小纯声音冰寒 此刻傲视天下 甚至目中已出现了寒芒杀鸡 白小纯 我不信你敢杀我 绝地天尊 哪怕憋红了脸 也依旧狂吼 他不是不想闪躲 实在是白小纯之前的念力一掌 不但崩溃了伏地 更是形成了一种封印 将这四周全部封锁 除非是修为超过 否则的话 根本就无法离开 可绝地依旧不服 他相信 白小纯不敢杀人 一旦真的杀了自己 哪怕可以复活 可这毕竟是设计到了 邪皇朝与圣皇朝之间的摩擦 他相信 就算是再没有理智的人 也都会在这件事情上斟酌 我不敢 白小纯文言 眼睛一瞪 随后怒笑起来 也罢 看来你忘记了我的身份 那么就让你看看 白某敢不敢杀人 白小纯怒笑中 身上的气息再次爆发 这一次他双手掐绝 目中杀鸡滔天而起 猛地一指北脉大剑 顿时这北脉大剑嗡鸣起来 一股惊天动地 白小纯天尊中七修为加持下 足以斩杀天尊初期的剑气 骤然爆发 这剑气扩散中 绝地天尊的身体猛地颤抖 他本就到了极限 此刻被这剑气冲击 五脏六腑都在颤抖 鲜血狂喷的一瞬 那悬在他头顶的北脉大剑 猛地膨胀 变成了千丈大小 好似斜着一个世界的威力 直接就向着绝地天尊 默然斩下 看起气势 分明是要杀人 白小纯 绝地天尊神色大变 开口时 他身体内就散出七色光环 化作七条巨龙 咆哮中直奔大剑 要去抵抗 与此同时 更是从他的储物袋内 飞出无数法宝 形成防护 这还没有结束 他更是用出了杀手锏 此刻额头青筋鼓起下 他的身后 直接就幻化出了一头黑色的大牛 这大头一出 魔气冲天 此刻猛地低吼 一头向着大剑撞去 这正是他的保命神通 魔牛汉天 这杀手锏对他来说 轻易不用 实在是消耗之大 哪怕他身为天尊初期 也都有些吃不消 至于念法 修为的压制 一样如此 可现在 他已经顾不得太多 只能全力以赴 轰鸣中 天地震动 四周观望的所有人 都连连吸气 只见那七条颜色各异的巨龙 刚一碰触大剑 根本就无法阻挡丝毫 顿时就崩溃爆开 随后则是那些法宝 也都无济于事 在这一连串的轰鸣下 北脉大剑凝聚万军之势 仿佛可以撕裂虚无 轰鸣而去 直接就与那黑色魔牛 碰撞到了一起 据想中 北脉大剑首次停顿 可以只是顿了一下 就在白小船的冷哼中 在其修为的扩散下 瞬间穿透魔牛 直奔绝地天尊 二人之间 实在是相差太大 在这绝对的战力差距面前 绝地天尊的一切手段 根本就是躺臂当车 砰砰生下 随着他法宝的碎灭 术法的消散 神通的崩溃 随着北脉大剑的迎头披来 绝地天尊的心里 猛地掀起惊天大浪 该死 他是通天世界之人 他不是圣皇朝的天尊 他要杀我 是真的要杀了 甚至他的目的 就是要挑起 邪皇朝与圣皇朝的战争 绝地天尊在这生死危机下 呼吸急促 哪怕邪皇可以用到种将他复活 可绝地天尊清清楚楚地知道 每一次复活 自己都会永久地损失一部分战力 且对于日后修为的提升 都会造成影响 除非是真的到了必死的程度 否则谁愿意去选择死亡 此刻确定了 眼前这个白小春是个疯子后 绝地天尊顿时就畏惧起来 甚至心底都在懊悔 之前为何要去勒索这个白小春 他的思绪在脑海转动的同时 那把大剑已经隆隆下压 绝地天尊只觉得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在心神内扩散开来 甚至额头都出现了一道血痕 似整个人就要被劈成两半 白小春 你可以把通天世界的人带走 在这生死压迫下 绝地天尊狠狠一咬牙 骤然开口 他这句话说出 不是认错 也是认错了 只是这种态度 白小春不能接受 他今天来此 就是要立威的 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他白小春已经不再是天尊初期 而若是冒犯了他 他就是一个敢杀人的疯子 不过实际上 白小春心里也知道 除非是万不得已 否则的话斩杀天尊 此事太大 一旦出现的话 圣皇必然会抓住这一点 插手云海舟的练灵之事 白小春自然不能给圣皇这个机会 可若就这么放过绝地天尊 白小春又觉得不甘心 所以 此刻哪怕绝地天尊说出浮软的话语 可白小春目光微闪 煞气依旧 大剑呼啸间 继续斩下 不杀你 也要吓死你 白小春心底冷哼 他的样子 他的气势 他的杀气 这一切的一切 都无比真实 让绝地天尊这里 心底再次咯噔一声 该死 该死 我都已经放人了 绝地天尊内心低吼 全部修为运转 可依旧还是额头裂缝越来越大 眼看整个人就要被生生地震崩 他此刻已经顾不得其他了 咬牙开口 不 知错 这三个字 从绝地天尊口中传出的瞬间 白小春目光冷冽 大剑依旧没有改变去世 轰鸣中 绝地天尊的头颅 直接就开裂 无法抑制的剧痛 让绝地天尊发出嘶吼 可却一筹莫展 白小春 我们没有仇啊 绝地天尊心底已经抓狂 他觉得这个白小春 比疯子还要疯狂 此刻已经绝望 知道再劫难逃 偏偏就在这绝地天尊 失去了希望的瞬间 白小春控制的北脉大剑 突然倾斜 没有斩在绝地天尊的头颅 而是直接 从其右肩 刹那划过 鲜血洒落中 绝地天尊闷哼一声 身体在这大剑掀起的冲击下倒退 面色苍白 飞速地止血后 他喘着粗气 抬头盯着白小春时 他心底虽有怨气 可更多的 却是劫后余生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的眼睛内 还跳动着煞气时 绝地天尊内心咚咚狂跳 趁我没改变主意前 赶紧滚 若心底不服 白某在云海周等你 白小春一直北脉大剑 此剑化作一道流光缩小 回到了白小春的手中 被白小春一把握住后 剑尖轻颤 散出带着冷力的剑鸣 绝地天尊心底一叹 暗户倒霉 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一个疯子 代价太大不说 甚至还会惹火上身 如今虽有些狼狈 更是丢脸 可对方毕竟是天尊中期 这么一想 绝地天尊就心底安慰了不少 此刻一言不发 拿着断臂 转身化作一道长红 急速远去 第1146章 我要弄死你 冷眼看着绝地天尊离去 白小春孤傲地背着手 低头看向大地 此刻在这北部 白小春已是第一人 他目光所致 四周所有邪皇朝的修士 都立刻低头恭敬拜见 即便是白小春不属于邪皇朝 可在永恒先遇 尊敬强者 已经是所有修士的一种本能 甚至都不需要白小春说什么 很快的 就有人将被绝地天尊抓获的 那些通天世界之人 全部送来 当白小春带着所有人 回到了云海州时 他与绝地天尊的那一战 也早就在北部传开 大天师等人 也都从他们在北部几州的案子中 获得了这个消息 对于白小春的做法 大天师等人只有苦笑 不过仔细地想了想后 也都认为这件事 也有积极的作用 最起码 在立威上 敌的确确可以做到形成震慑 虽也有一些弊端 可总体来说 还是能威慑不少萧小之辈 总体上 随着事情的扩散 还可以让其他地方的通天世界之人 对于云海州 生起更大的希望 解决了绝地天尊的事情 随着实践的流逝 玄九郡曾经引起的风波 也都慢慢平息 白小春对此也有疑惑 他虽没有看出 邪黄与圣皇对此有什么举动 可心底总有一种感觉 关于玄九郡的事情 似乎邪黄与圣皇 在此事发生之前 就应该有所预料 白小春沉吟许久 此事他没有什么头绪 或许公孙瓦能知晓一些情况 可却离开了第二线域 白小春也只能将疑惑埋在心底 如今修为已是天尊中期 那第五十一关 就可以去闯一闯了 且看时间 在沉睡 白小春沉吟后 有了决断 不再疑神疑鬼 而是去了残山上的关卡里 开始继续闯关 时间一晃 又过去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中 白小春除了偶尔回一趟第二线域外 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放在了关卡上 一鼓作气 从第五十一关 直接就闯到了五十八关 速度之快 远远超出之前 毕竟如今的白小春 站立上与曾经比较 提高极大的同时 他对于这些关卡 也都已经适应 不过谨慎于小心 依旧不少 实在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小春也在计算 气凌苏醒的日子 就这样 在第五十八关闯过后 白小春立刻止步回归 与他判断的相似 在白小春回归后数日 气凌苏醒了 可却没有发现白小春 这气凌化作的童子 很是恼怒 但却没办法 只能认为 白小春运气好 等了许久 直至自己再次沉睡 也没看到白小春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推测下 周而复始地 利用气凌沉睡的期间 白小春直接就闯过了 五十九关六十关 更是踏入到了六十七关内 直至通过 哼哼 我白小春想要闯的关卡 又岂能是气凌可以阻止的 白小春越发得意的同时 气凌那里再苏醒了两次 都没有看到白小春 可却发现 白小春的关卡 数一次比一次高时 气凌化作的童子赤红卓眼 不知付出了什么代价 生生将自己沉睡的时间 向后拖延了一些 无耻的白小春 我就不信 这一次等不到你 气凌童子眼睛赤红 在这煎熬中等待 终于在一个月后 等待了计算时间后 重新来到残善上的白小春 那气凌应该是又沉睡了才对 出现在残善上的白小春 四下看了看后 身体一晃直奔扇骨 很快就到了六十八关所在的位置 站在那里又观察了一下四周 这才迈步踏入进去 刚一进去 白小春还没等看清这关卡的世界 顿时就一个机灵 一股远远超出之前关卡的强烈杀鸡 在这一刹那 轰然爆发 好似有风暴从四周八方 仿佛就在等着白小春一样 在他出现的一瞬 刹那来 白小春呼吸一宁 危机感在这一瞬 直接就达到了巅峰 脑海更是一片空白 来不及多想 天尊中气的修为 以及肉身之力 在这一刹那十二成的爆发出来 生生地将身体向后摩一了三丈 几乎就在白小春挪一的瞬间 他的身体直接就传来了 一连串的撕裂剧痛 好似有一把把利刃 要将其身体千刀万剐一般 小半个身子的血肉 让白小春发出一声惨叫 而这还是他已经挪一后的结果 至于他原本所在的地方 此刻虚无都崩溃开来 白小春嗨然地看到 那些所谓的利刃 正是一片片树叶 这些树叶任何一个 都散发出如同天尊的战力 足有数千上万之多 所过之处 风暴肆虐 这一幕 让白小春直接就哆嗦了一下 心底哀嚎一声 知道自己一定是重计了 否则的话 这一关不可能如此逆天 该死的气铃 一定是你 白小春怒吼中 尝试离开这里 当发现传送失效后 他立刻对自己的判断 完全确定 此刻哆嗦中 白小春顾不得身体的剧痛 急速后退 不死长生宫的恢复 瞬间达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 那数千上万的树叶 漠然转动方向 直奔白小春而来 没有结束 在白小春的身后 此刻竟还有一片树叶风暴 依旧带着无尽的杀鸡 轰轰临近 远处 还有第三片 第四片 第五片 直至第九片树叶风暴 从四周所有方向 呼啸而来 将白小春包围在内 似要将其彻底灭绝 而形成这片树叶风暴的 正是一棵在远处目光尽头的位置 参天起的高大巨树 此树似能成天 树干粗壮 化作风暴的树叶 正是从其身上飞出 这第六十八关 只有一棵树 只是原本这棵树没有如此恐怖 可如今 不知那契林童子如何布置的 这棵大树已经枯萎得近乎死亡 可越是如此 他身上的树叶就越是强悍得无法形容 此刻哪怕白小春一拳 就可将这大树轰杀 可翩翩四周的树叶 对他而言 就是死结一般 实际上别说是白小春了 就算是天尊大圆满 也都难以在这里对抗 除非太古皇者 才能勉强镇压一下 该死 他这是要弄死我啊 白小春这里焦急时 那棵枯萎的大树上 气灵化作的童子 与这棵树暂时融合在了一起 实在是白小春如今的权限不小 修为又高 可以隐隐察觉童子所在 他为了掩饰 只能与关卡融在一起 才可骗过白小春 就是要弄死你 这童子咬牙切齿 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心底更有决然 实在是他之前在白小春秀为突破 领悟了时光之道时 受到了太强的刺激 以至于他都要抓狂了 付出了极为大的代价 不惜将后面的一些关卡难度减小 更是凭着这六十八关从此之后崩溃 这才将这里 改造成了一个天尊的绝境 我就不信了 这一次你还能闯过去 若你还能破局 你奶奶的 老子就真跟你一个姓 麒麟童子冷笑 他这一次的把握十足 断定再没有其他变化了 此刻背着手 得意中傲然看去 白小春没功夫 去观察麒麟童子所在的地方 他此刻眼看四周的树叶风暴 铺天盖地从四周轰鸣而来 越来越近 将自己彻底包围 仅仅是掀起的风 就让白小春心惊肉跳 更不用说 这里面超过十万的树叶 一想到这些树叶每一片 都好似天尊出手 白小春就心凉了大半 顿时 白小春的眼睛就红了 他怒吼一声 麒麟 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大吼中 直接一拍额头 顿时一道黑光 从其口中飞出 瞬间就化作了一口 大锅 正是坚不可摧的 龟文锅 第1147章 卑鄙无耻下流 龟文锅 他的来历至今为止 白小春也都不是特别的清晰 只是有一些模糊的猜测 可却没有实际的证据 可有一点白小春很确定 他从火灶房 获得这口大锅开始 除了炼灵的奇异外 他就从来没见过 比它还要坚硬的存在了 一切神通 一切术法 一切肉身之力 一切法宝 在这龟文锅面前 都要崩溃 而这口大锅 也正是白小春的底气 哪怕此刻四周 无数树叶疯狂而来 白小春虽心惊肉跳 可还没有彻底绝望 此刻大吼中 随着龟文锅的出现 白小春身体一缩 直接就躲在了龟文锅下 猛地就向着大地沉了下去 好在我现在瘦了 不然的话 这次就真的要倒霉了 躲在龟文锅下 白小春内心感慨唏嘘 而此刻远处的 那棵枯树中的童子 先是一愣 随后大笑起来 这无耻的白小春 莫非是昏了头 拿出这么一口破锅 居然妄图阻挡 这四周八方十万数页 很快 他就会绝望地发现 我不惜代价 不惜永恒地抹去这一关 换来的绝杀 是根本就不可能被他渡过的 童子冷笑 目中露出嘲讽 只是这嘲讽 还没等存在多久 随着白小春身体轰的一声 落在了地面上 随着四周那十万具 被天尊出气一击的树叶 呼啸临近 轰在龟文锅上 麒麟化作的童子 眼睛渐渐睁大 很快的 他的眼睛都差点爆出来 不可能 麒麟童子失声惊呼 身体哆嗦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 与不可思议 实在是他此刻看到的一幕 太过惊人 超出了他的想象 只见那数不清的树叶 此刻不断地轰击在龟文锅上 可任何一片树叶的撞击 都无法撼动龟文锅丝毫 反倒是其自身 在这撞击的反阵之下 纷纷崩溃 化作飞灰 放眼看去 那些树叶就如同箭矢 龟文锅好似一个大石头 箭矢不断地碎面 可龟文锅却毫发无损 仿佛这所有的神通树法 对他而言 连一点皮都无法破开 这一切 立刻就让童子整个人的信念 都近乎要崩溃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该死该死该死 这无耻的作弊者 这个白小春 他他他 难道我真的 就对他无可奈何了吗 童子要疯了 越看越是癫狂 他先是作弊夺走了部分权限 驱散了所有闯关者 随后在那黑丹一族里 差点崩溃了一个世界 在那魅族中 更是无耻 如今在这里 他居然还有这种质保 该死的 这是什么国 气灵已经抓狂 眼睛赤红一片 不过 在他眼中的龟文锅 虽看似如常 可实际上 在龟文锅下的白小春 此刻也在吐血 这龟文锅 尽管可以抵抗一切神通 可传来的震动 也依旧让白小春 这里五脏六腑都在翻滚 若非是他此刻 已经是天尊中期 且拥有极为强悍的肉身 以及堪称 逆天的恢复速度 恐怕还没等那些树叶 全部摧毁 他自己就先被震成了肉泥 就算是具备了这些条件 一口口吐出 眼睛一样赤红 体内的恢复之力 已经是在极限运转 在这不断地恢复 不断地震动中 每过一息 对白小春而言 都好似一年般漫长 气凌 你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知道 你家白爷爷的厉害 白小春每次剧痛 都要咒骂一句 心底对于那个 将自己逼迫得这么惨的气凌 已经是咬牙切齿 就这样 白小春与气凌 隔着一口大锅 在那树叶呼啸 不断震动与崩溃间 他们两个都在各自咒骂 时间流逝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白小春这里气喘吁吁 不知道自己恢复了多少次时 终于 外面的树叶攻击消失 当一切恢复平静后 白小春这才深吸口气 强行地让自己精神抖擞一些 慢慢推开硅文锅 露出一只眼睛看向外面 确定无碍后 她这才一把将硅文锅推开 站起了身 她的四周环绕着厚厚的树叶 化作的碎末 一股枯败的感觉 白小春立刻就看到这整个世界 似乎都在枯萎 仿佛已存在不了太久的样子 白小春这才松了口气 将硅文锅收起后 她抬起下巴 霸气开口 小鬼 你能奈何我 白小春知道 那气灵一定在这附近观察自己 此刻随着话语传出 她的神识也猛地散开 寻找对方的身影 几乎就在白小春话语传出的瞬间 一声惊天怒吼 直接就从那枯萎的大树中 猛地传出 这枯萎的参天大树 其树干上 此刻猛地就幻化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猙獰扭曲 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对其可以说是已经恨之入骨 目光带着疯狂 带着不甘心 似要拾其肉情气皮 你无耻 你在作弊 这大树上的面孔 正是气灵 她平时无法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只能借助这种方式 显露深意 原本她是不打算出现的 可实在是心血复之东流的绝望 还有对白小春的愤怒痛恨 使得她有些失去理智 此刻借助树干 幻化身影 冲着白小春 就是一顿咆哮 白小春吓了一跳 猛地后退几步 看向那棵大树 看到了大树上近乎扭曲 冲着自己嘶吼的面孔 她顿时胡疑起来 有些不太确定 眼前这个到底是树啊 还是那个气灵 试一试就知道了 白小春对那些愤怒咆哮 自动忽略掉 此时干咳一声 身体一晃靠近了一些 绕着大树转了一圈 那大树上的面孔 此刻也在移动 依旧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嘿 你刚才说什么 白小春眨了眨眼 问道 我说你作弊 你无耻 你这个人渣 气灵的面孔 在大树的树干内 盯着白小春转了一圈后 又听到白小春的话语 顿时更加暴了 这算什么作弊 拿一口锅去防护而已 和你说个秘密 这残伤我 之所以能有不少权限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来闯关 那才是作弊来的 白小春黑黑一声 看着大树上的面孔 故意刺激了对方一下 几乎在白小春话语传出的瞬间 这大树上的面孔 就近乎崩溃一般 向着白小春 发出滔天的怒吼 你还好意思说 你你你 你居然还好意思承认 你这个无耻 卑鄙的作弊者 我发誓 绝对不会让你成功 气灵疯了 她这辈子 虽没见过其他无耻之人 可如今依然觉得 这星空中最无耻者 莫过于眼前这个白小春 你奶奶的 果然是你 听到气灵的咆哮 白小春立刻就确定了 对方的身份 此刻前仇就恨 瞬间就涌上心头 白小春眼睛狠狠一瞪 猛地冲出直奔大树 右手更是一挥之下 北脉大剑在手 猛地就削了过去 轰轰之声回荡 夹杂着气灵的诅咒与谩骂 白小春 你给我等着 该死的 我一定弄死你 无耻 卑鄙 下流 气灵觉得自己实在是雌穷 此刻颠来倒去的 就是这么几句话 可白小春越听越来气 越是想起自己之前身体 被反复震伤带来的剧痛折磨 这气就越大 不断地消去中 这棵枯萎的参天大树 生生在白小春的北脉大剑下 被劈成了无数段 包括气灵的面孔 也都是如此 直至将这大树彻底地崩溃后 白小春一见横扫 将那面孔也都碎灭 感受到气灵的气息离开了大树 这才站在那里 抬头冷哼一声 小鬼 你给我小心点 等我以后成为你的主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白小春咬牙愤恨说道 半空中 这句话后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此刻猛地咆哮起来 你给我等着 下一次 我一定一定弄死你 我发誓 第1148章 大便降临 随着气灵童子的离去 这第68关的禁止 也随之消散 白小春哼了一声 传送之后 回到了残善上 这个气灵 就是太久没主人去管了 已经也成了这个样子 看来以后 我要好好地管教一下才好 白小春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想到那气灵 如今没有沉睡 白小春琢磨了一下 放弃了继续闯关的念头 等过一个月 这小气的气灵沉睡 再闯不迟 白小春想到这里 狠狠地瞪了一眼四周 这才离开了残善 回到了云海州 如今距离玄九郡的事情 已过去了快一年 云海州的发展 也以日新月异 变得极为热闹 通天世界之人 也都来了不少 眼看云海州的规模 已经渐渐形成 无论是大天师 还是巨鬼王 独心里激动的同时 也有自豪 白小春也是如此 在这没有闯关的日子里 他沉下心来 坐镇云海州的同时 也参与到了 大天师与巨鬼王的管理中 时间流逝 很快一个月过去 可就在白小春 准备重新踏入残善时 一场骤然发生的变故 突然降临 一夜之间 第二先于北部 邪皇朝所控制的四个州 出现了大量的蜘蛛网 就如同当初的玄九郡一样 只不过一年前 只是一郡如此 而现在 则是四个州 六十个郡 全部在一夜中 被蜘蛛网彻底覆盖 没有人逃出 甚至都无人传出半点音讯 整个北部四周 直接就好似成为了死狱 此事发生的太过突然 尤其是北部邪皇朝的四个州 因决定天尊的离去 一时之间 还没有天尊来坐镇 或许这才是北部四周 一夜沦陷的真正原因 而让白小春这里 也心神凛然的 是他虽在云海州 可凭着齐天尊的敏锐 发生在北部其他四周的事情 他居然在发生时 没有半点察觉 直至当那片覆盖了 整个北部四周的蜘蛛网 彻底成型后 白小春才猛然间 感受到了这天地内 散发出的一股腐朽中 仿佛能吸取生机的 熟悉的邪恶气息 说熟悉 正是因为这气息 白小春曾经在玄九郡内 亲身感受 只是这危机没有结束 那片蜘蛛网 也并非只是 局限在北部四周 当白小春察觉这气息的瞬间 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人口中毒的云海州内 居然也出现了蜘蛛网 这一切立刻就让白小春心神巨震 他立刻就放下了 要去残善上闯关的念头 猛地冲出 直奔边界 与此同时 大天师等人 也都通过各自的途径 知道了北部四周发生的巨变 一个个都到吸口气 心中掀起滔天大浪 而这件事 也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第二线域 一时之间 所有听闻此事之人 无不震撼 巨都骇然 实在是这件事太大了 大到让人无法相信 不敢相信 那是 四个周啊 这四个周内 虽没有天尊 可却至少有数十位半神强者 数百天人 更有数不清的修士 甚至范围之大 占据了整个第二线域的三成左右 如此大的范围 如此多的修士 如此多的强者 可一夜之间 居然没有任何人 传出丝毫音讯 这件事的恐怖程度 立刻让第二线域 为之悸动 巨变没有结束 依旧在持续 随着那片蜘蛛网的快速蔓延 当白小春到了边界时 这里的天地 已经成为了灰色 那些蜘蛛网肉眼可见的疯狂扩散 甚至在云海州的内部 也都从很多区域 出现了蜘蛛网 这一切 让大天师与巨鬼王 以及周一星等人 顿生绝望之感 而比他们更紧张的 则是白小春 玄九郡内的凄惨 如今他闭上眼睛 还能历历在目 他一想到若云海州也是这样 根本就无法接受 该死 圣皇与邪皇 到底在搞什么 白小春气息极不平静 看着蔓延的蜘蛛网 强悍如他 此刻也都有些绝望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更是让白小春 面色也都苍白了 他知道 哪怕自己如今天尊中期 有北脉大剑 可依旧不是那大姐内的存在的对手 对方只是一掌 就能灭去玄九郡 这种修为 在白小春感受中 唯有太古可以做到 甚至白小春可以想象 此刻在那北部的四周内 怕是已经没有了丝毫生机存在 苦涩中 白小春的双眼赤红 他身体一晃直接落下 开始不知阵法 试图延缓蜘蛛蔓延的速度 只是哪怕他的阵法再强悍 也依旧在那蜘蛛网下 纷纷崩溃 眼看蜘蛛网已覆盖了小半个云海周 大地正飞速地成为飞灰 一处处山脉 河流 丛林 好似被抹去一般 在瞬间枯萎后 成为了尘埃的一部分 小春 歉移吧 我们只能歉移 大天师忍着心痛 看着云海周 这是他的心血凝聚之地 此刻这句话说出 他的心都在低血 小春 大天师说得对 只能迁移 邪黄与圣黄 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若能借助这奇异的蜘蛛网 将我们云海周抹去 对他们而言 才是价值最大的 巨鬼王咬牙开口 周一新在旁 也苦涩中劝说 白小春正正地望着云海周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辛苦了几年获得的基地 居然在短短的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甚至 当白小春的神石散开后 察觉到云海周的修饰 甚至已经有一些人 开始目中迷茫 出现了狂吃食物的征兆后 白小春红着眼 仰天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借疑 这两个字 最终从白小春口中低沉说出 充满了痛苦与无奈 没有人想要迁移 就如同当年 没有人愿意通天世界崩溃一样 如今的云海周 就是他们的新家 可现在 面对着无法控制的灾难 白小春别无选择 他的心也在剧烈地刺痛 他明白 自己已无力回天 此刻苦涩中 白小春狠狠咬着牙 取出北脉大剑 一晃之下 天尊中期的修为全面爆发 开始将云海周的修饰 全部送入北脉大剑内 这些人 都是云海周的基础 有他们在 换了其他地方 用不了多久 还可以再出现一个云海周 大天师与巨鬼王 还有周一星等人 也都勉强打起精神 开始下达一个个蜂命 云海周虽大 但这几年大天师的管理 使得云海周始终保持警惕 没有丝毫松懈 尤其是扩张也并非很大 如此一来 当这蜘蛛网将云海周 覆盖了近乎大半时 在白小春全力展开 其天尊中期修为的情况下 很快就将云海周内所有人 几乎全部都送入到了北脉大剑内 直至将北脉大剑 差不多要装满时 白小春站在高空 正正地看着整个云海周 被一片蜘蛛网彻底覆盖 所有的屋舍 所有的建筑 包括白小春的府邸 一切的一切 最终都被那厚厚的蜘蛛网 全部遮盖住 而其蔓延并没有结束 从云海周向着第二仙玉南方 疯狂扩散 开始向着其他周不断地渗透 甚至不知为何 速度更快 默默地看着蜘蛛网的覆盖 白小春也不得不后退避开 她的面色始终阴沉 目中的寒芒凌厉无比 她在等 她相信 无论是邪皇还是圣皇 他们之前之所以没有出手 是应有某个目的 而如今 无论是什么目的 一个仙玉的丢失 绝对是他们所 无法承受的代价 也该来了 白小春握紧了拳头 看着那片蜘蛛网的蔓延 就在这时 她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远处 看到了灵九天尊的身影 一样面色阴沉的 好似怒意 都要压制不住 这两胎皇者 心可真狠 灵九天尊走在白小春的面前 沉默片刻后 看着蜘蛛网在这顷刻间 已将属于她的半个周覆盖 听着下方周内 隐隐传出的惊呼声 以及不少使徒飞出 可却被蜘蛛网笼罩在内的修饰身影 一字一顿地咬牙开口 第1149章 杨古 白小春沉默不语 零九天尊身吸口气后 也一样沉默 她不是不想救 因为她知道的情况 要比白小春多一些 而越是知晓 就越是明白自己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去阻止 这一场灾难的发生 许久 当蜘蛛网的覆盖 已超出了白小春的目光时 放眼看去 整个大地都是无尽的蜘蛛网 散出的诡异气息 可以腐朽一切 带走所有生机 在这惊人地覆盖了 近乎一半第二仙域的 蜘蛛网的天空上 除非是天尊 否则的话 无人可以自保 零九天尊目中有些复杂 更有不甘 第二仙域对她而言 如同其自家一般 可如今 她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其毁于一旦 通天王 你之前传来的消息内 所说的玄九郡之事 其实早就在 圣皇与邪皇的意料之中 甚至这里面 更有他们的暗中推动 所以你当时将此事报上后 圣皇才无动于衷 甚至将其暗中压下 而你毕竟不是 圣皇朝的天尊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知晓 可你不知道 那大姐妹的存在 她是 竹崽的分身 零九天尊话语一出 白小纯猛地 转头看向对方 目中露出金芒 竹崽 白小纯若有所思时 零九天尊的目光 落在了永恒 仙玉苍穹上 雷尊庞大的遮盖了 半个天空的巨人 当年残山到来 撞击在了巨人竹崽的手臂上 曾撞下了一块黑色的碎石 你还记得那段时间 圣皇与邪皇同时失踪吧 他们二人 正式去争夺那块碎石 哼 竹崽身上的一块肉 对于太古而言 那极有可能蕴含了太古 突破到竹崽的秘密 哪怕此事虚无缥缈 可但凡有万中之一的可能 也足以让太古疯狂 只是这两位太古 他们抢夺一番 彼此警惕 可却在这争夺中 被那块肉逃走 不过这二位 其所蕴含的竹崽秘密 微不可查 所以他们断定 这块肉必定在之后的日子里 会疯狂地吞噬生机 玄九郡的事件 让这两位狠人立刻明白 那块肉开始成长了 只不过这两位皇者并不满意 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而是任由这竹崽分身成长 甚至不惜将这第二仙玉 当成是这竹崽分身的养分之地 他们等的 就是这竹崽分身彻底成长的那一刻 而现在 怕是他们已经快要到了 零九天尊心敌有愿 此刻不吐不快 索性将一切都告诉了白小春 白小春听着听着 气息粗重起来 这些事情他丝毫不知 此刻心底更为低沉 而目中寒芒更盛 这种加在别人计划中 随时被放弃掉的事情 让他想到了 通天道人当初对自己的计划 以及吞噬 以大半的鲜玉的众生为养分 让这竹崽的分身成长 圣皇与邪皇 这是在玩火 白小春一字一字地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冰寒 这种事情他之前哪怕有猜测 可如今从零九天尊口中说出 白小春还是觉得 心中生起振振寒意 他虽不是那种同情心泛滥之人 可依旧对于这放弃 大半个鲜玉的众生之事 无法接受 就在白小春这里 心中极不舒服 零九天尊也内心怨念翻腾的同时 这片蜘蛛网的蔓延 已无边无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苍穹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闪电 这闪电足有千丈之长 从远处虚无轰鸣而来 所过之处 苍穹似要被生生地撕开 巨响震天 轰动整个大地 甚至就连那扩散的蜘蛛网 也都在这强烈的 难以形容的雷霆中 猛的一顿 白小春与零九天尊立刻抬头 顿时就看到了 在那闪电撕裂虚无中 圣皇的身影 散发着刺目的圣光 骤然降临 一同降临的 还有冷酷的古天君 嘴角带着阴柔笑容的司马云华 以及头发花白 可墓中却有精芒的陈苏 加上零九天尊的话 圣皇朝四大天尊 此刻全部在这里 刚一出现 圣皇就墓内 带着一丝难掩的激动 看都不看白小春与零九天尊 身体一晃 直奔下方蜘蛛网 在那蜘蛛网外观察时 司马云华等人 也都到了零九天尊身边 相互见过后 对于白小春这里 哪怕心中不喜 可也还是点了点头 可还没等众人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的 苍穹再次传来一声惊天轰鸣 随着巨响的回荡 只见天空的尽头处 直接就凭空地幻化出了一股浓密的黑雾 这雾气瞬间临近 远远一看 这雾气居然组成了一尊雕像 这雕像散发出滔天的魔气 乱动八方的同时 也在这轰鸣中降临到了不远处 随着落下 这凝聚成雕像的雾气立刻散开 露出了其内八人 这八人中 当手之人身穿地袍 带着地关 看起来是中年 可却不怒自威 尤其是其双眼 仿佛蕴含了天地变化 他只是目光一扫 立刻就让白小纯等人 全部呼吸一致 尽管从来没见过邪黄 可白小纯还是瞬间 就知道了 这位中年男子 正是 邪黄 尾石那一身地袍 以及太古的气息 好似烈日挂在长空 其气质与圣皇相似 又有不同 这邪黄明显给人一种 冷酷薄情之感 冰冷的好似不化寒霜 其身上散出的气息 更有圣皇所不具备的霸道之意 若仔细去看 在眼睛瞳孔内 居然藏着两把黑色的飞剑 那两把飞剑 就仿佛是他瞳孔的核心 他与圣皇一样 都不是独自前来 此刻在他的身后 赫然站着七人 这七人有男有女 正是邪黄朝的七大天尊 公孙瓦 士林上人 元妖子 广木天尊 绝地天尊 都在其中 还有一位满脸褐色斑点的老玉 可这所有人 此刻在白小纯目光看去后 连同邪黄在内 都瞬间于他的目中模糊起来 黑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 明明只是天尊初期修为 可他站在那里 浑身上下的气势 以及给人的感觉 都仿佛仅次于邪黄 在白小纯看向他时 他的目光也在这一瞬 落在了白小纯身上 二人的目光 隔着不到二百丈 在彼此凝望的一瞬 白小纯的呼吸立刻一蹴 双目瞬间出现血色 通天道人 白小纯沉住呼吸缓缓开口 这中年男子 正是杜林飞的父亲 通天道人 白小纯 通天道人眯起双眼 目中露出寒芒 冷冷地望着白小纯 白小纯想到过很多次 自己再次看到通天道人时 会是在什么地方 自己是否能控制得住往日的仇恨 直至现在 他明白 自己控制不住 哪怕这里不适合动手 可他还是在看到通天道人的一瞬 体内的修为与杀鸡 压制不住地轰然而起 没有半句废话 没有半点迟疑 既然有了出手的冲动 白小纯索性不去压制 此刻身体猛的一步走出 速度之快瞬间就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通天道人 白小纯的突然出手 通天道人没有意外 他目中一闪 露出一抹阴冷 猛地上前 右手掐绝中 立刻他的九大道门 居然同时出现 光芒闪耀间 那九大道门排列在他的身前 形成了璀璨的阵图 随着通天道人 双手先前狠狠一推 天尊修为 骤然爆发 虽只是天尊初期 可他所表现出的战力 与强悍程度 竟无限地接近天尊中期 第1150章 战通天 白小纯与绝地天尊的一战 早已传开 关于他成为天尊中期的事情 通天道人自然知晓 所以 此刻他出手就是杀手锏 更是全力以赴 只是哪怕他了解白小纯的战力 可毕竟不是绝地天尊 没有亲身感受 此刻哪怕他的九大道门 全部展开 可依旧还是不行 白小纯的速度太快 杀心更是极重 呼啸间已然临近 没有多余的动作 只是右手握拳 狠狠地一拳落下 正是 不灭地拳 不是五倍 而是整整十五倍 这正是天尊中期 可以爆发出的完美的肉身之拳 而这还没有结束 白小纯的天尊中期修为 同样爆发融入其中 使得这不灭地拳的力量 从根本上再次攀升 以至于此刻这一拳轰出 苍穹梦响 风云倒卷 其气势之强 让天尊初期亥然 天尊中七色变 即便是如广木天尊 等天尊后期的强者 也都在这一刻 心神被强烈地震动 想要去阻止 已经晚了 一声震天的巨响 直接就在半空中骤然炸开 通天道人身前的九大道门 在坚持了几个呼吸后 就轰然崩溃 通天道人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急速后退 白小纯眼中杀鸡一闪 正要一鼓作气般地追击过去 可通天道人毕竟不俗 他的道门竟在这崩溃下 再次凝聚 化作了第十道门 随着通天道人的一声嘶吼 这第十道门 瞬间出现在白小纯的身前 将其身影立刻阻挡 与此同时 广木天尊 绝地天尊 元妖子 是林上人等天尊 纷纷走出 要去阻止 若是换了其他地方 古天君等人不会理睬 可如今两太皇者都在 白小纯更是名义上 圣皇朝的天尊 他们只能心底压下反感 也都快速走出 只不过双方的目的很统一 不是要开战 而是要阻止二人继续出手 通天王 还请冷静一下 杜天尊 不要与这小儿一般见识 双方天尊 各自开口阻挡的一瞬 白小纯眼看通天道人后退 眼看那第十道门 在自己面前阻挡 他冷哼一声 在众人靠近的瞬间 直接就取出了北脉大剑 战 随着大剑取出 众人纷纷神色变化的一刹那 白小纯大吼一声 北脉大剑轰然落下 他前方的第十道门 根本就无法抵抗 直接崩溃 剑气滔天而起 直奔通天道人而去 白小纯堵的 就是邪皇朝的天尊 不可能为通天道人去 亲自阻挡这气势惊人的一剑 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 通天道人神色一变的同时 四周的广木天尊等人 也都一个个皱起眉头 只是注定了这一次 白小纯无法与通天道人彻底一战 在白小纯那一间落下的瞬间 一声冷哼 直接就在这天地内爆开 邪皇的身影明明在远处 可下一瞬 竟直接出现在了通天道人的前方 面对白小纯展开的 世界之宝的剑气 他只是袖子一甩 顿时整个世界好似都暗淡了一下 一股无法想象的规则之力 无声无息间就扩散开来 仿佛这规则里 不允许任何法宝 靠近邪皇身体 他的一刀目光 就可让天地逆转 他的袖子甩动 更是让苍穹颤抖 大地轰鸣 强悍如世界之宝北脉大剑 此刻竟首次抖动起来 第一次不被白小纯操控 自行倒退 不敢靠近丝毫 而白小纯这里 也在这反阵下 全身轰鸣 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蹬蹬蹬地后退开来 不过其不死长生功的恢复 也随之爆发 所有伤势瞬间痊愈 停下身子 抬起头时 白小纯的目光 从通天道人身上挪开 落在了邪皇的脸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圣皇的身影 同样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 摆出一副支持白小纯的样子 目光炯炯 看向邪皇 邪皇 你有些过了 圣皇背着手 冷哼一声 你还想站 面对圣皇的话语 邪皇笑了笑 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白小纯 声音带着一股冷漠 淡淡开口 圣皇眉头微皱 眯起双眼 不知在想些什么 若是白小纯刚刚进入修真界 没有那些人生历练 此刻或许还听不出 邪皇这一句话内 透出的阴毒之处 可他的精力太多 本身又是聪明之辈 此刻瞬间就明误了 邪皇这句话的险恶 若他白小纯 也无视圣皇 直接回答了邪皇的问题 不管说的答案是什么 都会让圣皇这里颜面受损 毕竟邪皇可以不在乎圣皇 二人都是太古 可白小纯这里 如今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这些念头 在白小纯脑海里瞬间闪过后 他心底冷哼 毫不迟疑 声音果断 收回看向邪皇的目光 退后几步 向着圣皇抱拳深深一拜 全凭圣皇裁决 白小纯话语一出 邪皇那里 墓内有光芒一闪 圣皇眯起的双眼 也恢复正常 淡淡开口 他能阻止一次 可阻止不了所有次 通天世界之主 只能有一个人 这句话 本身已表明了态度 白小纯立刻在拜 恭敬道谢 谢圣皇成全 不过眼下的确不是时候 通天王多一些耐心 等处理完了这里的事情 本皇自会为你创造机会 圣皇眼看白小纯如此机灵 做事更是让人舒服 不由的语气也柔和了一下 此刻说完 他再次看向谢皇 二人目光对望 都是多少年的老对手 彼此的想法一个目光 就可以猜测得到 白小纯与通天道人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只是与颜面有关 与如今这主宰分身比较 微不足道 而他们之前都各自探查过 确定了那主宰分身的修为 也只是在太古而已 且就在这蜘蛛网内 谁找到 就是谁的 圣皇话语一出 身体直接消失 出现时 赫然在了下方的蜘蛛网上 邪皇哼了一声 尽管没有言语 可显然也认同这个方式 一样出现在了蜘蛛网上 二人同时出手 太古修为撼动天地 这看似强悍坚固的蜘蛛网 在他们面前 虽不能说是如纸张树叶 一般脆弱 可也强不了多少 刹那就被直接轰开了 一个巨大的窟窿 这两太皇者 化作两道流光 直接就踏入窟窿内 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邪皇朝的广木天尊等人 也都快速到了 蜘蛛网的缺口处 在那里密切关注 这场两太皇者之间的争夺 没有邪皇的法指 他们不便前往 在这里等待起来 古天君等人一样如此 白小纯冷冷地 看了一眼通天道人 收回目光 随着零九天尊一起 在缺口的另一端等待 这期间 他的目光 也有几次落在了公孙瓦身上 只不过公孙瓦装作没看到 不过之前白小纯 与通天道人交战时 其他人有阻止的举动 唯独公孙瓦所在的位置 看似阻止 可实际上落在白小纯的目中 那分明是阻断通天道人的退路 此事让白小纯心底有些温暖 收回目光后 盘膝坐下 望着下方的缺口 内心也有一些遗憾 毕竟主宰分身内 藏着的秘密 对他而言 也很是动心 就这样 双方在这沉默的等待中 时间慢慢流逝 数个时辰后 忽然地 一声 让众人心神一阵的尖锐嘶吼声 从这蜘蛛网内漠然传来 声音到了这里已经微弱 可见距离此地很远 更有斗法的轰鸣之声 摇摇传荡 这声音越发剧烈 轰鸣巨响不断地传来鱼音 窟窿外所有人都立刻打起精神 凝神看去 虽看不到战场 可这斗法的波动 却越来越强 甚至大地都在颤抖 似着蜘蛛网内 正在山崩地裂一般 感谢观看